据说用六颗子弹的火药塞进门锁里就能炸开钢门 并且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 男主为了挽救被绑架的男孩 徒手掰开了六颗子弹 并用布料将火药包好塞进锁眼 然后推进一枚空弹头 当他用枪托敲击敌火时 钢门就被炸开了 在现实中这种方法真的可行吗 可很多粉丝认为直接射进门锁就能打开 为了验证每种方法效果更好 于是留言组决定做一个对照实验 首先托瑞找来一扇电影中同款钢门 然后将手枪固定在距离门锁30厘米的位置 为了防止跳弹造成伤害 他们在防暴室扣动了扳机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时 子弹直接击穿了门锁 并且导致钢门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打开 既然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是 电影中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弹呢 难道导演的脑子嗅逗了吗 但本次实验的重点是验证电影中做法的可行性 接下来留言组需要按照电影中的方式取出里面的火药 但托瑞用上了牙齿也没能将子弹掰开 显然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幼稚的 那么用手枪敲击子弹的敌火又能否点燃火药呢 之后他们将子弹插入桌面的小口 然后用枪把开始敲击 而为了保证安全 他们提前取出了里面的火药 然而弹壳都被敲扁了 敌火还是没有被点燃 因为敌火需要特定的撞针精准撞击才能被激发 那六颗子弹的火药能否炸开门锁呢 下面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实验 凯莉在枪把手底部安装了类似的撞针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摆壁 将手枪固定在摆壁的末端 借助重力就能让撞针撞击敌火 从而达到引爆火药的目的 通过拆解子弹托瑞发现 六颗子弹的火药剂量只有30颗 那么他真的能将钢门炸开吗 下面他们将粉丝的钢门带到了试验场地 将30颗火药用碎布包裹起来 然后塞进了锁孔 格兰将摆壁装置安装好 并让撞针对准敌火 一切准备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释放了摆壁 虽然撞针精准撞击了敌火 可火药并没有发生爆炸 托瑞认为是布料阻挡了火药的燃烧 于是他们直接将弹壳插入到火药中 但再次实验依然以失败收场 此时格兰突然发现 现代子弹使用的都是无烟火药 而电影中手枪子弹用的是黑火药 并且威力更强 于是他们重新换成了黑火药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当格兰释放摆锤的绳索 火药终于发生了爆炸 但门锁并没有被炸开 显然这样的火药剂量远远不够 为了让粉丝的钢门彻底开花 他们决定加大火药剂量 直到钢门里被塞入了600颗黑火药 而为了确保安全 这次采用远程电子引爆的方式进行 随着一阵火花四溅 这次钢门终于被炸开了 但使用的火药剂量却是电影中的20倍